鱼生生 今天一身休闲装和平时总穿西装的他的气质截然不同 少了不尽人情的冷漠 多了一丝温度 我从见到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他 他是我任职公司的大领导 工作能力极强长得又极好 一下就戳中了我的心 本来以为这样的人和我不会有什么交集 毕竟早就听说他不尽女色的传闻 很多同事都在讨论他的取向问题 没想到他在某日和我同乘一个电梯后 便一反常态地开始对我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我知道自己长得不赖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搬花笑花各种花 追我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但是第一次被人追得如此快乐 他几乎没有费什么神就和我在了一起 毕竟我拒绝不了他一点 看着他就忍不住嘴角上扬 拿着他送的花就开心地快蹦起来 更是在他表白送了我一条价值高达两千万的钻石项链时 激动地抱住了他 我的心思全都写在了脸上 藏都藏不住 和他在一起后 他也对我很好很好 钱和时间都给了我 周围人都羡慕不已 我满身心都陷了进去 我又转身看了韩玉白一眼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定要让我蹦极才和我结婚 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他今天的眼神有些奇怪 总是温柔的眼神里掩盖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癫狂 不过蹦就蹦吧 只要能和他结婚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眼睛一闭越了下去 这是哪里 我是谁 头疼得像是要炸掉 我勉力起身 只见周围都是刺眼的白 可是为什么我的记忆一片空白 我为什么连我是谁都不知道 陪男你是陪男 这里是我的私人医院 很安全 我是韩玉白 是你的未婚夫 你因为蹦极惊吓过度 失去了记忆 不要害怕 我会陪你一点点找回记忆的 床边的男人将我的手牢牢握住 我打亮起眼前的男人 五官精致而灵力 深情而温柔地拉着我的手 慢慢凑到嘴边 一点一点地从指尖吻到手心 我忍不住感到一阵战力 想来他应该是我的未婚夫 虽然记忆没了 但是身体自然的反应 却并不排斥他 我有些害羞地抽回了手 又问 可是 我连我是谁都不记得 我还能恢复记忆吗 韩玉白拉回我的手 和我食指紧扣 眼里似乎有胃干的嘞 南南 可以的 我终于找回你了 你再也不要离开我了 韩玉白猛地抱住了我 脑袋深深埋在我的脖梗处 温热的眼泪如湿了我的脖梗 我有些疑惑 他不是说我因为蹦极失忆了吗 为什么说找回了我 难道之前还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他一副失而复得的样子 难道是 怕我失忆影响了脑子吗 脑袋好疼 不想再想了 我环抱住他 轻轻拍着他的后背道 韩玉白 我在 韩玉白接我出院了 医生说 头疼是失忆后的后遗症 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慢慢养 这几天住院 韩玉白一直陪在我身边 很多工作上的事都在医院处理 确实也不太方便 想吃什么 难难 韩玉白牵着我的手 向医院外走 嗯 这几天在医院都吃得很清淡 我似乎很想吃点很辣的东西 我开口道 火锅 韩玉白猛地一愣 脸色突然沉了下来 我疑惑道 怎么了 我不能吃火锅吗 医生没有说我需要忌口啊 韩玉白脸色又恢复了正常 解释道 不是这个原因 你别乱想 只是刚刚突然想到了工作上的事 走 我们去吃火锅 到了火锅店 我看着食材在辣辣的锅里沸腾着 闻着香香辣辣的牛油味 我咽了咽口水 却突然感到一阵恶心 我没忍住到厕所里干呕了起来 终于缓了过来 我刚走出厕所 就看见韩玉白一脸担忧 但极力掩饰着开心的样子 我晃晃头 太奇怪了 为什么我觉得他在掩饰开心呢 他明明是在关心我呀 男男 没事吧 其实来之前 我就想跟你说 你以前从来不爱吃火锅的 还以为你失忆后口味变了 看来还是没有 走 我带你去吃你爱吃的广东菜 韩玉白牵着我向外走去 原来我不爱吃火锅吗 我口味原来是清淡口吗 可是为什么在医院吃了好几天的清淡口那么想吃点辣的 为什么在闻到辣辣的火锅味觉得那么想吃 好奇怪 大概还是失忆的原因吧 要是能找回记忆就好了 到了一家广东菜馆 韩玉白格外细心温柔地照顾我 看起来心情格外的好 一边帮我夹着各种各样的菜 一边叙道着 男男 你尝尝这个虾饺 你以前最爱吃了 有次我俩一起徒步爬山 下了山 你一次吃了两笼呢 男男 你尝尝这个海鲜粥 你以前说 要是天天能喝海鲜粥就好了 于是我带你 吃了一个月的海鲜粥 然后你就腻了 至少有大半年再没碰过海鲜粥 男男 你尝尝这个 韩玉白说的这些事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但是我还是很认真的听他说着 然后默默记下来 原来我以前喜欢吃这些啊 吃着吃着 却猛然发现不对劲 身上开始起一片一片的红疹 嗓子也难受得紧 似乎肿了 韩玉白发现我的不对 焦急道 你过敏了 我们马上去医院 没想到才离开医院 还没有一天 居然又回来了 我无奈地看着书液的掉屏 韩玉白在外面和医生说完话走了回来 脸色阴沉得有点吓人 我本来想问他 为什么我会对我很喜欢的食物过敏 一下突然有些不太敢问 时间就这么尴尬地静默着 韩玉白开了口 那个 男男 医生说 你的体质可能有所变化 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过你别担心 以后我们不吃海鲜了 吃别的你爱的清淡口的菜就好 哦 我乖巧地点点头 好吧 反正也没觉得海鲜有多好吃 韩玉白脸色缓和了些 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 温声道 睡吧 我在旁边处理下工作 我鬼使神拆地拉住了他的袖子 小声道 我想你陪陪我 韩玉白翻身上了床 将我紧紧抱在怀里 像是红小孩般地 一下一下地拍着我的背 缓缓道 那我就陪楠楠睡着 睡吧 宝贝 我从他怀里抬起头 摸了摸他棱角分明的下颌线 问 韩玉白 为什么我的手机只有你一个人啊 社交软件也都只有你 我以前的手机呢 还有你再多给我讲讲吧 比如我的父母啊 以前最好的朋友啊这些的 韩玉白拍着我的背的手 呼得停了下来 眼下洒下一片暗沉 冷声道 楠楠 你父母都去世了 以前的手机蹦极的时候 不小心掉了下去找不到了 至于朋友 你没什么好朋友 也没有工作 你只有我 楠楠 我就是你生活的全部 你的唯一 我的生活里只有韩玉白 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寒 背上冷汗直冒 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身子 想离韩玉白远一点 韩玉白似乎感受到了我的害怕 忽然变得暴力起来 直接翻身压了上来 俯视道 楠楠 别想跑 你是我的 韩玉白说完 便开始发了风般地吻我 我忍不住哭了起来 眼前的人如此暴力 和白天温柔的他截然不同 这样陌生的感觉 让我不由地感到害怕 韩玉白察觉到了我的眼泪 停了下来 用指腹慢慢妈撒着我的眼角 眼里的深沉退去了不少 眼神富又清明了些许 有些哽咽道 对不起 南南 我太粗鲁了 我不该这样的 对不起 我只是太怕再次失去你 原谅我 我只是太爱你了 看着他愧疚的表情 我忍不住心软起来 温声道 我不是不愿意 虽然没有记忆 但我能感受到 我的心会因为你而跳动 我的身体自然迷恋着你的身体 我想我应该是爱你的 韩玉白 韩玉白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说 他微低下头 压语一般的眼睫颤了颤 一滴滚烫的泪滴在我脸上 韩玉白腹又慢慢地开始吻我 轻柔地撬开我的唇齿 细细碾磨着 我们的呼吸辗转交缠在一起 夜色越来越浓 面前的人却像是不知疲惫的兽 肆意掠夺着我的一切 我的哭声碎在了空气里 韩玉白带我回了家 花园里种满了粉色的玫瑰 游远到尽像是一片粉色的海 在眼前慢慢展开 南南 这是你最爱的花 喜欢吗 韩玉白笑着问我 我点点头 脑袋里却突然闪过一段奇怪的碎片 声声 节日快乐 你最爱的红玫瑰 玉白谢谢你 我最喜欢你了 我穿着一身极显身材的针织红裙 扑到韩玉白怀里 笑得灿烂 南南 怎么了 头又开始疼了吗 韩玉白关切的声音将我拉了回来 我摇摇头 低头看了看身上的纯白娃娃裙 有些愣住道 好奇怪 刚刚突然脑海里闪过一段片段 我穿着红裙子拿着你送我的红玫瑰 还叫我什么 声声 韩玉白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有些勉强地扯起笑容道 南南 可能是你记忆有些错乱了 你只爱穿白色的裙子 喜欢粉玫瑰 但是你很喜欢看各种电影 其中有一部你很喜欢的电影里面的女主角 喜欢穿红色裙子和红玫瑰 你可能把电影里面的人和以前的自己搞混了 那声声呢 声声也是你之前喜欢的电影女主角的小明 是吗 不过看到这片粉玫瑰海 让我恢复了一点错乱的记忆 那我们再去我俩以前经常去的地方转转 我一定可以都想起来的 韩玉白牵着我的手慢慢走过花海 风吹乱我的长发 韩玉白温柔地将我的碎发扶到耳后 有些沉重道 南南 和我在一起不开心吗 一定要找回记忆吗 可是记忆很重要啊 没有了记忆 我都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而且那些和你经历过的是只有你记得 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你难道不觉得难受吗 好 我陪你找 韩玉白带我走进了一个房间 纯白色的装饰里摆满了粉色的玩偶 十分公主风的装修 我随手拿起桌上摆的一个相框 里面是我和韩玉白的合照 照片里的我留着齐刘海长直发 穿着碎花小白裙 微笑着站在韩玉白身边 韩玉白一脸痞笑地搂着我 这是我们大学时候去社团活动拍的照片 那天我们运气特别好 晚上露营的时候还看见了流星雨 你当时许了好些愿望 小贪心鬼 韩玉白在一旁解释着 顺带刮了刮我的鼻子 你当时和现在的气质完全不一样 照片里的韩玉白一身脾气 肆意张扬 和现在的稳重温柔判若两人 人总要成熟的 韩玉白引导着我看了很多当年大学的回忆 耐心地跟我讲着那时的故事 不过我的脑海里再也没闪出任何片段 不过从韩玉白讲的来看 我应该是一个喜欢白色 喜欢户外 腼腆单纯的人 我一个朋友都没有吗 看得出来 那时大学我和韩玉白 参加了很多社团的户外活动 应该不至于一个朋友都没有吧 南南 曾经你也有过好朋友 但是他们嫉妒你 伤害你 后来就再也没有往来了 为什么嫉妒我 因为你那时很漂亮 成绩也很好 又和我在一起了 我当时在学校里可是风云人物 韩玉白慢慢讲着 脸上逐渐恢复了生动 愈发眉飞色舞起来 我愣愣地看着韩玉白 莫名觉得这才是他真实的一面 从那么张扬变得如此稳重 绝不仅是正常的成长 一定是经历了巨大的突变 那么会是什么呢 他之前说过让我不要再离开他了 难道是我和他因为什么误会分过手 这也许就是他不愿再提起的原因 我决定找个合适的机会问问他的朋友 我百无聊赖地在花园别墅里住着 每天随手画些无聊的话 打发着时间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韩玉白很忙 无论再忙都会尽早回家 也会抽空和我发很多消息 叙叙叨叨地跟我说着以前的故事 我知道他这是怕我无聊 我向他提过很多次 想自己出去逛逛 自己去找我们以前经常去的地方 可是都被拒绝了 他说他得罪了不少商业对手 我是他公开的未婚妻 那些人动不了他 但会把心思打到我身上 他说出门必须得和他一起 他才能最大程度保证我的安全 可是他忙得脚不沾地 经常回来睡两三个小时后 又匆匆离开 我根本找不到和他出门的时间 终于在某一个晚上 他答应第二天晚上 可以和他去见见我们以前的朋友 我开心地蹦了起来 抱着他的脸亲了一亲 又被他折腾了一宿 次日晚上 韩玉白接着我到了一家私人会所里 里面坐了三个看起来 和我们年岁相仿的年轻男人 嫂子好 我一进门就收到了齐刷刷的注目里 我有些尴尬地 将韩玉白的胳膊挽紧了些 你们别盯着他看 他失忆了 记不得你们这群人 你们这眼神容易让他紧张 韩玉白说完 三人纷纷转开了眼神 默契地做起了自我介绍 原来他们三人都是大学时和韩玉白的室友 虽然韩玉白一天宿舍也没住过 但是和他们的关系似乎还不错 三人都很健谈 场子很快就热了起来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大学的去世 我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希望能回来一些记忆 面前放着各式各样的酒 酒似乎对我有一丝别样的诱惑力 我不自觉地拿起一杯颜色很好看的鸡尾酒 却被韩玉白按了下来 你头疼 最好别喝酒 可我已经很久没有头疼了 喝一小杯应该没事吧 这时其中的一个室友张瑞插话道 裴南 你不是酒精过敏吗 好奇怪 如果我酒精过敏 为什么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想喝酒的欲望 难道是越不能做的事越想去做 可是按照这段时间 韩玉白描述的我们的过去 我应该不是个叛逆的女生啊 我不得不放下鸡尾酒 心里却乱得不行 随手拿起一杯 看起来像是冰红茶的饮料 一饮而尽 哎 那是长岛冰茶 另外一个室友王蒙说着 韩玉白脸色沉得像冰 空气像是凝固了一般 喝了一杯酒的 我只觉得浑身通畅 我小心翼翼开口道 好像没有过敏的反应 是不是体质变了 另外三人开始附和起来 缓解突然冷到极点的氛围 对啊 对啊 都那么些年过去了 体质总会变的 有些时候就是这样 以前对某些东西过敏 突然就不过敏了 说不清楚的 韩玉白的脸色 没有丝毫好转 我感觉到他的力气 又冒了出来 我只是喝了一杯酒而已 他有必要这么生气吗 我也开始赌气 韩玉白瞥了我一眼 将桌上的一杯福特加 灌了个干净 拉起我就朝外走 哎哎哎 怎么就要走了 不是才开始吗 嫂子这不是喝醉了吗 咋这么不懂事 我看嫂子酒量挺好的 一杯下去脸都没红一下 就你话多 下次再聚啊 我转身朝他们挥了挥手 失忆以来 我和韩玉白爆发了第一次冷战 那天回来 他生着奇怪的闷气 我也生着他的气 于是我赌气地睡到了客卧 他也没来哄我 翻来覆去睡不着时 却开始感到十分奇怪 以前最喜欢的食物变得过敏 以前对酒精过敏 现在一杯下去 却毫无反应 不过是蹦极失个亿而已 怎么会改变体质呢 我决定明天偷偷溜出去 一个人去大街小巷随便转转 总能想起点什么 次日一早 韩玉白离开后 我便偷偷溜了出去 好巧不巧 随便转转 居然遇见了昨天韩玉白的室友张瑞 刚巧他今日休息 我便约了他在咖啡馆坐坐 张瑞点了点头 入座后 我终于问出了之前一直想问的问题 那个 我想问个有点奇怪的问题 我和韩玉白 是不是因为什么误会曾经分过手 分手 不可能啊 韩玉白喜欢你喜欢的要死 怎么可能和你分手 那毕业后呢 有没有可能因为什么误会一类 他短暂地失去过我一阵子的 嗯 你这样一说呢 我似乎有个印象 就是毕业后没多久 韩玉白有段时间整个校室了 所有人都找不到他 然后呢 后面大概有个半年吧 他又回来了 但是整个人吧 气质完全变了 他大学时候性格一直挺张扬的 那次回来后变得沉稳了不少 我们也问过他怎么了 但他怎么都不说 后来我们也就没好再问了 所以那段消失的时间 有可能是我和他因为某些原因分了手 嗯 你要这么说 好像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那段韩玉白消失的时间发生的事 只有他本人才知道了 若我直接去问他 他会告诉我吗 我有点惆怅的喝着面前的咖啡 声声 一阵尖锐的女声让我差点没拿住手中的咖啡 我抬起头 只见一个穿着吊带热裤的火辣美女 面色激动地看着我 你教他什么呢 这是我好兄弟的媳妇裴南 我介绍一下 陪南 这是我女朋友徐敏敏 徐敏敏抓住我的肩膀 认真的打量着我 摇头道 不可能 他就是余生生 我不可能认错我最好的朋友 嗯 有没有可能只是我和你那个好朋友 长得比较像 虽然我最近失了意 但我确实是陪南 对啊 应该是你认错了吧 你和你那个好友好几年没见了吧 都没在一个城市 你这不才来这个城市几天吗 先坐 坐下聊 张瑞 按住有些激动的徐敏敏 又给徐敏敏点了杯咖啡 你说你失了意 是多久的事 徐敏敏一直看着我 有些严肃地问道 嗯 大概一个月前了吧 我和余生生 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失去联系的 我们是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交情 我终于忙完那边的事 来这个城市找你 还去了你的公司 都没找到人 没想到在这碰着了 你不是说你是为了我来的这个城市吗 男人哪有闺蜜重要 你只是次要原因 张瑞默默叹了一口气 可是 我觉得你还是认错人了 可能只是巧合吧 韩玉白不会骗我的 你说什么 韩玉白 那不是生生之前的男朋友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脑袋开始隐隐作痛 虽然你现在的性格和我认识的余生生完全不一样 可是我确定你就是余生生 如果你相信我 跟我去我们一起长大的地方 看能不能找回一点记忆 好吗 媳妇你别这么搞 你要是把裴男搞走了 老韩会杀了我的 那是你的事 如果生生点头 你负责拖住韩玉白就行 张瑞肉眼可见的开始慌张起来 虽然是第一次看见徐敏敏 但他让我有一种久违的熟悉感和亲切感 况且对于过敏的事我也觉得很疑惑 我愿意相信他一次 我点了点头 徐敏敏带着我回到了我们曾经一起住过的地方 解释道 生生 你父母在你初中时就车祸去世了 然后刚巧那个时候 我父母也离了婚 都不要我 我没地方去 我俩就一起住了 直到大学 房子有些旧了 我慢慢抚摸着一件一件的物品 盼望着能想起点什么 照片墙上贴满了我和徐敏敏的照片 记录了我和徐敏敏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 我看着里面的我流过丸子头 爆炸头 超短发 除了上学期间的校服照 后面成年后都穿的五颜六色 各种露腰的 露背的 露锁骨的衣服 整个人张扬到不行 照片里的人和那天想起记忆片段里红裙的我很像 我突然有种直觉 这才是我 而那个在韩玉白房间里看到的穿着白裙 很是乖巧的照片上的人 不是我 徐敏敏又将和鱼生生的聊天记录翻出来给我看 我从第一次见到韩玉白时就开始跟徐敏敏述说着喜欢他的心情 后面聊着韩玉白开始追我时紧张又激动的心情以及在一起后每天秘里调游的日子 在后面就是我要去蹦极了 韩玉白说蹦完就和我结婚 蹦极 我醒来时韩玉白也说过我是因为蹦极惊吓过度失了意 所有线似乎都串到了一起 却莫名指向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我的头开始剧烈疼痛起来好像有很多很多的碎片争相恐后的要跑出来一样 我在公司里穿着一字领的上衣远远看着韩玉白的时候 韩玉白开始追我每天都送我99朵红玫瑰单位里一群同事开着玩笑的时候 韩玉白和我在一起我们一起坐着游艇出海看日出的时候 我们一起吃着烛光晚餐 她深情地看着我却又像透过我看另一个人的时候 脑袋疼得像是要炸了 好难受 我蹲在地上抱着自己的头 徐敏敏的声音变得忽远忽近起来 声声声声你怎么了 我叫了120 你在坚持下 我晕了过去 声声你醒了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一睁眼只见自己打着掉瓶 徐敏敏坐在床边担忧地看着我 还好脑袋没有那么疼了 声声 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 你的检查结果显示你的脑袋里有一张芯片 什么芯片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的失忆和以为自己是另外一个人可能都和这张芯片有关 一个戴着口罩眉眼很好看的医生走进来说着 你的意思是有人通过手术植入芯片让我变成另外一个人 那失忆呢 芯片会让我失忆吗 我眼泪不自觉地掉了下来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会做这件事的人只有韩玉白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芯片很歹毒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似乎是可以改变你本身的一些习惯 比如喜欢吃辣变得不喜欢 但是芯片本身不会让你失忆 应该是对你大脑做了别的手术让你失忆 徐明敏抱着我也哭了 别怕 生生 我在 我陪你一起面对 我想起那个房间 还有韩玉白跟我说的那些过去时 陪难 他想把我变成陪难 所以他一开始的接近就不是因为喜欢我 而是早有目的 我的心突然像是有千根针扎着般的疼 我强忍疼痛 认真道 我要取出芯片 这个就是目前比较麻烦的地方 没有人做过这个手术 所以风险很大 我来做的话 也只有10%的成功率 稍微有一点意外 你可能会脑损伤死亡或者变成植物人 吴医生 我知道你是最好的脑科医生 求你救救我朋友 拜托你 徐明敏泪流满面地求着吴医生 取出芯片后 我记忆会恢复吗 如果你执意要取出芯片 我们需要进行开颅手术 到时候可以看情况能不能找到被损伤的记忆神经 再看能不能修复 我现在没法承诺你什么 好的 我做 我会尽力的 虽然手术成功率很低 但我宁愿死也不要成为别人的替身 我只能是我自己 我没有父母 也没有配偶 我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手术被安排在明天一早 徐明敏哭的眼妆都花完了 没想到我这个明天就要手术的人还要反过来安慰他 好了 明敏 我不会死的 我相信吴医生 你不是说他是最好的脑科医生吗 可是只有百分之十 呜呜 生生 你不能死 你还没找死渣男报仇呢 对呀 我还有好多好多事没有做 我不会放过他 我一定要好好活着 明敏 你相信我 我求生意志很强的 没那么容易被打败的 生生 我觉得我好像又看到曾经的你了 大概一个小心片的威力也没那么大吧 我只能是我自己 那要不然不娶了吧 我陪你去找记忆 找回以前的样子好不好 我才不要脑袋里有这么个玩意儿 你再跟我讲讲好玩的事儿吧 你还真是心大 以前啊 你一直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有次初中的时候啊 你因为长得好看 被一个大胖子骚扰 我跑着去找老师 你倒好 直接把人家打趴下了 招招致命啊 后继 韩玉白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次冷战 居然让他永远失去了余生生 当警察将他以非法对人体植入芯片罪逮捕的时候 他麻木地接受着 直到徐明敏哭着对他拳打脚踢说 余生生死了 死在了取芯片的手术台上的时候 他觉得他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怎么会这样 只差一点 只差一点 他步了那么久的局 为什么会失败 韩玉白蹲在监狱里 像个行尸走肉一般 反复地覆盘着 明明一切都很顺利的 自从余生生做完芯片手术后 他一直在忙着清除这个城市里 余生生生活过的痕迹 余生生没有父母 在这个城市也没有太好的朋友 自从他植入芯片 行为习惯都越来越像陪男后 应该不会有人认出他的 都怪张瑞 都是他那个女朋友徐明敏的错 这是他们俩的奸计 一个人负责拖住他 一个人负责哄骗鱼声声 强行取芯片 韩玉白愤怒地抓住监狱的铁栏杆 像只野兽一样地咆哮着 他恨他们 他要报复他们 都怪他们 毁了他的幸福 可是忽而他猛地想起 徐明敏对他拳打脚踢时 说了句什么 对 余生生留给他的遗言 余生生说 他永生永世都恨你 韩玉白感到心脏一阵揪着的疼 疼痛蔓延开去 像是五脏六腑都被无形的手捏在了一处 疼得他不禁流出了眼泪 余生生 那个像红玫瑰一样 热烈而充满朝气的女孩子 他以为他没爱过他 毕竟从一开始 就只是惊觉他的脸 居然和裴南那么相似 从一开始和他在一起 就有着不纯的目的 他和裴南面容相似 可是性格和习惯 却是截然两个极端 他以为他不喜欢他和裴南那些不像的地方 可是当他真的失去他的这一刻 他被巨大的愧疚和悔恨所淹没 是他错了 是他错了呀 当初裴南也是因他而死 那时他刚刚毕业不久 接手了父亲的公司 做事十分寂静 锋芒毕露 得罪了不少人 当时他和裴南一起散步 那个失控的车原本是冲着他来的 可是裴南那么温柔腼腆的一个女孩子 却在这样的关头推开了他 裴南死了 他觉得他的心也被带走了 他连裴南的死讯都不敢公布 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没有裴南的世界 直到余生生的出现 完美的替代品 可是他是在什么时候 不知不觉地爱上余生生的呢 他也想不明白 可能是余生生每次看着他不经意的笑容 可能是每次见面时都会冲过来和他紧紧拥在一起的热情 可能是记得他的所有爱好和小习惯 他知道余生生爱惨了他 所以他从没想过他会失去余生生 以这么决绝的方式 他本来可以拥有幸福的 老天夺走了他的第一次幸福 却又给了他余生生 可是他亲手毁了他 也毁了自己 都是他自己的错 是他自己的执念蒙蔽了他的眼睛 韩玉白在监狱里没多久就疯了 嘴里一直反复念叨着余生生对不起 当徐敏敏把这个消息告诉余生生时 余生生正在一个海边城市 当一家很有人气的咖啡厅的老板娘 当时的手术非常成功 余生生虽然还是没能恢复以前的记忆 但总算不用再受到芯片的影响 为了报复韩玉白 余生生和徐敏敏 何计想出了这么一个法子 不但要让韩玉白受到法律的制裁 还要让他在悔恨中度过一生 唯一没想到的就是 韩玉白疯得太早了 算是便宜了他 这次徐敏敏来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来送自己和张瑞的结婚请帖 余生生笑着祝福着 并答应和徐敏敏一起回去 徐敏敏打去到负责手术的吴医生 看着他回去好久了 余生生灿然一笑到追自己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吴医生暂时还排不上号 两人嬉笑打去在一团 笑声久久回荡在海边潮湿的空气里 晚安 楚科娶我那天声势浩大 所有人都知道 他是为了逼柳和月回来 他们婚礼前夕 柳和月与俄罗斯小伙一见钟情 连夜出国结婚 婚礼牵扯多方利益 楚科选我当了替补新娘 我甚至没有换上婚纱 在众人的注视下 无名指被强行戴上一枚略小的婚戒 人人都说 等柳和月回来 楚科就算砍掉我这根手指 也会把戒指勿归远主 但仅在婚后第一年 商场上的人就都说 我们夫妻齐力断金 所向披靡 楚科似乎开始喜欢我了 他会陪我去招商酒会 会帮我挡酒会在我喝醉的时候 给我泡蜂蜜水 我们夜夜生歌 纠缠不休 他在大汉淋漓时抱着我 轻轻而语 宝贝 结婚纪念日带你去看极光 我们在生活上是合拍的恩爱夫妻 在工作上是势均力敌的合作伙伴 直到 结婚纪念日来临前一个月的某一天 柳和月突然回来了 那一天 他们被拍到在机场深情相拥 柳和月回国那天 我正在参加一个招商酒会 合作方的太太陈姐与我相熟 给我看了霸占热搜的花边新闻 柳和月的闪婚老公是个毒鬼 把家底都疏空了 他散尽钱财才终于把婚离了回国 我朝起哄的地方看去 柳和月正跟几个商场新贵谈笑风生 要说厉害还得是他 负面新闻缠身又如何 丝毫不影响他受追捧 楚科来的时候 他眸光疏地一亮 阳唇微笑 眼里闪烁着惊喜 旁人起哄 和月 你看楚科的眼神恨不得把他吃了 眼神能干似的话 你俩现在孩子都有了吧 楚科含笑撇去 洋装警告 要不要跟你爸讲讲你嘴巴这么能说 他拿过柳和月手里的酒杯 递给他一杯果汁 别贪杯 我不想照顾小醉猫 我胳膊被撞了下 回头看去 是柳和月的一个小姐妹 看见楚科对和月多好了吗 纠战雀巢有什么意思 识相地赶紧离婚 自然是看见了 没人比我更清楚 楚科今天要去临时开会 根本没打算来 他出现是为了给柳和月撑腰 柳和月摇摇向我望来 请着势在必得的笑容 富婆圈向来同仇敌忾 他们看不惯小三耀武扬威 陈姐和几个贵太太拥着我走过去 站在楚科左边 直白道 看来柳小姐婚事真离干净了 不过都不给自己一个过渡期嘛 这么快就找下家了 但找出总是不是不太好 毕竟人家有太太呢 则 看看 柳小姐身段这么好 哪个男人不败倒在你十六群下啊 楚科晃着酒杯 余光瞥了陈姐一眼 眼神冷冰冰的 心爱的女人被这样寒沙摄影 她不心疼才怪 柳和月神色未变 笑得像猪坚强的小白花 语气轻柔 怪我从前不知道珍惜 等失去了才认清自己的心 她看着楚科 我不要其他男人 败倒在我十六群下 我想要的男人 从来只有这一个 我就挨着楚科站着 我感觉到 随着柳和月话落 她身上的低气压 似乎散开了 陈姐被柳和月温吞的话 搏了面子 嘴巴不再留情 外国男人 不是都倒在你身上了吗 现在来这装什么纯情少女 怎么 尝了一圈国外的不满意 还是中国尺寸才和你胃口 柳和月眼圈红了 含泪欲气 手搭在了楚科又胳膊上 楚科搂着她腰支 冷冷地看着陈姐 我看了楚科一眼 她在犹豫宝珠和陈氏集团的合作 还是给柳和月出口气 下一秒 柳和月眼里滑落的泪 终于让她理智全无 陈太太 麻烦你回去跟陈总说一声 合作取消了 说完 她环顾了一圈周围 也算给各位提个醒 和月是我的人 跟她过不去 就是跟我过不去 顿时艳阙无声 全是眼神观死 我看到许多合作方 露出不满的表情 轻轻撞了一下楚科的手 想让她把话圆回来 她扭过头 侧目看我 你也质疑我的话 我指尖颤了下 收回了手 柳和月转身抱住楚科 哭得梨花带雨 楚科 你别为了我得罪人 我没事的 你承认了 我还是你的人 你没有不要我 楚科 我好爱你 众目睽睽下 楚科拥住柳和月 抬手轻轻拍着她肩膀 温柔安慰 等柳和月稍稍平复 楚科就带走了她 我留在原地 听旁人窃窃私语 一阵唏嘘 我以为楚科 只是当晚夜不归宿 但接下来一周 她连公司都没去 我都是从各种娱乐报道上 得知她动态 开游艇带柳和月出海 坐私人飞机带柳和月满世界看秀 幸福的柳和月狂更微薄 阿柯说的没错 私人飞机看到的景色 真的不一样 配了两张图 第一张是透过闲窗拍的俯瞰图 第二张是楚科熟睡 露出胸膛作痕的照片 确实 这不是人人都能看到的私人景色 我加完班再打开手机 柳和月这条微博已经爆了 大多是不知情的路人在评论 妈妈呀 女儿出息了 有幸见识到白富美的生活片段 这是姐姐老公吗 人好帅 胸肌好大 你们好配 我的微博几年没更新过动态了 我以为是僵尸的那几个粉丝 竟然给我留言了 姜之 姜总 专心搞新事好吗 狗男人只会影响你谈合同的速度 姜总 谁跟你抢男人 就让给他好了 男人多的是 我和楚科确实有很多经济上的牵扯 不少合作都是冲我们夫妻关系稳定来的 闹婚变怕是要解约 好在我处理公关危机经验丰富 对付这种热搜还算得心应手 我手机里没有跟楚科的合照 还是找陈姐才拿到一张在餐厅吃饭的照片 那是我们跟陈氏集团刚签下合同 一起吃饭时陈姐偷拍的 照片上 柔和的灯光照在楚科头顶 光运下他的五官变得有些朦胧 安静的眉眼和记忆中的那个人重叠 我眼眶不禁阴晕出一层雾气 照片是用集团官微发的 等待已久的媒体与合作方迅速赶来围观 转发了 楚总和姜总正在浪漫晚餐呢 感情主打一个合适 想吃回头草的靠边站 评论一片利好 行业老总们集体转发力挺 柳和月的微博顿时像个故意碰瓷的小丑 我一杯水还没喝完 楚科就转发了柳和月的微博 他说 只属于你的风景 他用言简易改的语言将柳和月护在语意下 趁得我像个无赖笑话在阳光下任人鞭挞 他又一次为柳和月挡住了谩骂 让我独自承受网友的嘲讽 不管是柳和月的粉丝还是路人 都冲进集团官微 笑话我 极度使人面目全非 这位表姐在做什么秀呢 相爱是两个人的事 抢扭得瓜不甜 请你别继续犯贱 谁说 我想要楚科的爱了 我把她的微信 电话拉黑 我想升职离婚了 第二天 从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我一直在会议室 会议结束后还得去应付下一场董事会 不巧 刚出电梯就碰见柳和月 她穿一身白色的职业西装 手上拿着文件夹 她率先和我打招呼 小知 我才来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还要麻烦你多教教我 楚科怕我无聊 非要我来上班 你别介意啊 网友说的那些话你也别往心里去 你怎么会是我的替身呢 他们都不知道我有多感谢你替我照顾阿科的这两年呢 她笑得甜美温婉 我除了有商场铁娘子的标签 他们还喜欢叫我笑面糊 我笑得越好看 就代表我越不会吃亏 友小姐 你爸爸也在楚氏上班吧 难道没提前给告诉你 董事会没那么好劲吗 则 我懊恼地笑了笑 我这记性真差 忘了你爸爸只是个保安部的经理 还有啊 为人妻 照顾楚科是我分内事 你现在被骂小三就别来感谢我了 身份不太好看呢 柳和月的脸色难看极了 我用文件夹在腿侧拍了拍 笑得漫不惊心 我先进去了 柳小姐自辩 会议开始没两分钟 我就和启文建家 柳和月的入职还真是大张旗鼓 副总经理 我提出异议 楚总 柳小姐能胜任吗 楚科的决定被我当众质疑 面露不悦 和月商科博士毕业 做过很多项目 我相信他 我站起身 环顾一圈 论学历 我更不差 论能力 国内我不敢说数一数二 但也是佼佼者 我为楚氏开疆拓土这么多年 是不是也该生一生了 众人面面相去 楚科脸色难看 你想往哪生 副总裁吧 我轻飘飘地回答他 楚科还没说什么 柳和月先冲到我面前来了 姜之 你太过分了 楚氏集团不是你的一言堂 你还想越过楚科不成 有小姐 这里是会议室 我们都用能力说话 你说谁没能力 柳和月把手里的文件夹 朝我扔来 文件夹锋利的棱角 擦过我手臂 留下一道血痕 他用了很大力气 痛感几秒钟都没消失 我拿起文件夹就要朝他甩去 楚科大步跨过来 抓住我手腕 冷冰冰地警告我 姜之 你敢动他一下试试 手腕被抓住 血液循环不流畅 被划伤的地方开始渗血 楚科看见那抹红 醋了醋眉 还未开口 柳和月就开始哭诉 阿科 我不是故意的 我给道歉 我也是看他那么不尊重你气急了才这样 刚才在外面 他还骂我小三呢 被爱着的人 眼泪就是利器 加上他这样说 楚科更心疼了 松开我的手 将他揽进怀里 乖 别哭了 谁欺负你 你就还回去 什么都不用怕 有我在 楚科的话 让我一阵恍惚 其实 我曾经也经常被人欺负 只是那个对我说什么都不用怕 有我在的人 已经不在了 楚科的父亲 楚世杰拍桌子 成何体统 楚科 你给我把手松开 他去年诊断出肺癌 很少再来公司 没想到今天一来就看了这么出大戏 将之才是你妻子 你别拎不清 不然有你后悔的时候 我一点也不意外 楚世杰会敲打楚科 商人到死 都会算计利益得失 楚科的能力 也许能堪堪撑住楚世 但绝不能令其更上一层楼 而我 对楚世而言 是把利剑 楚科淡漠地扫了我一眼 与其平静 不带一丝感情 我当初取江之 是权衡利弊 我也不是没感情的人 这两年 我或许喜欢过他 但是 合约回来了 江之的作用没了 自然不再是我的选择 这两年中的某段时间 楚科对我的喜欢像一场烟花 绽放即陨落 而我最不喜欢的 就是转瞬即逝 我大力摘下无名纸上那枚戒指 把它扔在会议桌上 楚科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冷 眼底跳跃着火苗 楚世杰重重喘了口气 看着我 小枝 别任性 这不是开玩笑 公司也有你的心血 柳和月见我摘下戒指 肉眼可见的开心 他捡起戒指看了看 惊喜到 阿柯 这是我们一起选的戒指也 楚科没搭理他 他性性地闭上嘴 我回答楚世杰 楚董 我相信以我的能力 不管去哪个公司 都能吃掉楚世的蛋糕 我在哪里 我的心血就在哪里 生殖邮件和离职信 你们选 婚姻可以不要 但楚世必须要 我和楚家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 父母没去世前 两家是世交 他们去世后 偌大的将士企业无人支撑 楚家收购后 我依然持有一半股份 有人说 楚世杰老奸巨华 借此壮大楚世集团 也有人说他重情重义 守住了好兄弟的一生心血 而我越长大 越想拿回僵士企业 并在楚世集团 拥有绝对话语权 那天会议后 我就从家里搬了出来 不想看见楚科 也免得他找我麻烦 虽然 楚科大概率 不会想起我 他依然过着甜蜜忙碌的生活 带着柳鹤月 满世界秀恩爱 网上疯传一段视频 前半段是在拍卖会上 楚科重金拍下爵士粉钻 是送给柳鹤月 柳鹤月点脚亲他脸颊 后半段是在手工作坊 楚科穿着围裙打磨戒指 镶嵌钻石 戒指带进柳鹤月无名指食 他们相视而笑 狼情惬意 登对至极 是啊 我怎么忘了 楚科那天当众说的 我是他权衡利弊的选择 柳鹤月才是他的坚定不移 挺好的 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 我还没有收到邮件通知 我想起相册还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 那些都是我和父母的回忆 就打算去拿回来 到办公室门口 看见门牌被换了 其实比起和楚科的婚房 这里更像我的家 如今一主了 我推门 没推开 江总 柳 柳小姐换成了指纹锁 助理小声提醒我 我无声地盯着门看了一会儿 然后转身去砸货间 翻出一根棒球棍 砰 棒球棍敲在门板上 震得我手心发麻 门却毫无反应 我又把目标对准了玻璃 一顿乱砸 砰 砰 砰砰 玻璃出现裂痕 逐渐碎裂 哗 办公室的人吓傻了 我踩在玻璃上 回头冲他们笑道 别大惊小怪 继续工作吧 进入办公室 我存在过的痕迹 全部消失了 储物架上原本陈列着 我拿过的荣誉奖杯 换成了储科和柳和月的合照 从青春期到如今 青涩变为成熟 他们每一个拥抱 都是爱的证明 我养的柠檬树 被人换成了月季 我的健身房 改成了柳和月的休息室 原来把办公室 当成家的人 不止我一个 床头柜是以前的抽屉 大概比较难移动就保留着 里面放满了 各种各样的安全套 我面无表情地 把它们都拿出来 可是抽屉空了 我都没看见那本相册 那是我和爸妈谨慎的回忆 柳和月也知道 所以 她把它丢掉了 柳和月一直很讨厌我 初中毕业那年 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柳和月是跟 任祖归宗的储科一起出现的 储家夫妇不喜欢她 一直跟我说话 顺便敲打柳和月 让她跟我学习礼仪 不要闹笑话 柳和月很会看人脸色 她懂储家人的意思 于是装作很谦逊的样子 怯生生地跟在我身后 有样学样 我不止一次 听到她在背地里说我 她也就是命好会投胎 有个有钱的爸妈 我要是跟她换一下 比她还好 储科 你那个哥哥总是护着她 我好几次跟她说话 都不理我 你管她做什么 她就是个自闭症 储家以后都是我的 我爸妈接我放学 碰见柳和月 柳和月礼貌地跟他们问好 坐上了我家的车 宽敞的后座 我们看着相册里的全家福 讨论下一次去哪里玩 柳和月总是能插进话 小只好幸福啊 能跟爸爸妈妈去那么多好地方 我妈温柔地摸了摸她头发 和月要是愿意的话 下次可以跟我们一起去 我看了我妈一眼 我妈又补充道 我们每年都跟储家出去玩的 到时候你也可以去 柳和月的脸色变了变 她刚要说什么 车子忽然一个急转弯 我身体朝她扑去 她一把将我推开 第一 喇叭声逐渐逼近 车子拐得更加厉害 我朝车门倒去时 看见卡车头在我眼前放大 下一秒 视线又坠入一片黑暗 只闻到妈妈身上温柔的心香 下一瞬 我感觉妈妈被一道力撞了一下 随即听到爸爸的声音 老婆 那天 妈妈保护着我 爸爸保护着她 他们温热的鲜血流到我身上 烫伤了我四只百孩 最后只剩我活着 那本相册很厚 装着我来到这个世界后 经历的一切 我问过妈妈 为什么不存电子档 她说爸爸曾经给她做过一本相册 跟她说 同一片景色 我们或许只看一次 但洗照片的过程 让我在那片景色里 再次爱上你 宝贝 我总是会在不同的景色里 反复爱你 这本相册很厚 装着我从小到大 他们对我毫无保留的全部爱意 我的幸福很招人嫉妒 所以老天爷安排一场车祸 带走了我父母 所以柳和月会在他们死后 无情嘲讽我 还不是成了攀着楚家的吸血虫 再也摆不出那副高人一等的样了 下午三点 楚科和柳和月回来了 鸦雀无声的环境中 柳和月的声音格外响亮 谁干的 阿柯 你看我的办公室 你一定要给我做主 说着 他就冲进来了 我坐在沙发上 淡定地看着柳和月气急败坏 楚科的视线落在我身上 柳和月愣了下 不再生气 反而挑衅地笑了 小芝 原来是你呀 你想进我的办公室 应该事先给我打声招呼啊 我想跟你说一声 你的办公室我用了 阿柯非说不用 说整个公司我想用哪都行 小芝 真对不起啊 我懒得看他拙劣的演技 站起来向他走去 我的相册呢 柳和月转身看向楚科 无辜的眨眼 你是说抽屉里那本相册吗 我和阿柯放东西的时候 看他脏兮兮的 上面都是血 觉得不吉利就给扔了 我的心瞬间如坠冰窖 寒气从脚底升起 冻得我浑身直哆嗦 眼眶一阵酸色 泪珠花花滑落 脑子里闪过车祸那天 父母断气前 他们抱着我 颤抖着手擦去我脸上的血雨泪 他们让我别害怕 他们在天上看着我 如果缺少面对风浪的勇气 就看看照片后面 有他们对我的鼓励 我抄起沙发边的棒球棍 挥向柳和月 他像受惊的动物跳了起来 棍风只拂过他腿边 高跟鞋崴了下脚 他扑进楚科怀里 可怜兮兮地掉泪 阿柯 我好疼 我用棒球棍戳着他肩膀 谢斯底里地问 你把相册扔哪儿了 扔哪儿了 楚科拽住棒球棍 我扯不动 上前一步扇了他一巴掌 骂道 楚科 你凭什么让他用我办公室 凭什么让他乱动我东西 我们还没离婚 你整天带着小三招摇过世 你恶不恶心 你就那么缺女人吗 别人睡过的也这么乐此不疲 楚科也瞒得抢过棒球棍 扔在地上 声音比我还大 将之让你那么紧张的 到底是你的全家福 还是跟楚官的合照 他眼里闪过一丝像痛像怒 又像极度的情绪 助理跟我说 办公室的东西是柳和月早上扔的 回收车要晚上才来 我跑到地下室 一头扎进堆积如山的垃圾袋中 我徒手翻着垃圾 像失去了嗅觉 闻不到任何气味 从下午找到晚上 我什么都没找到 刺眼的车灯射来时 我站在垃圾中央 突然感到特别无助 我好像又看到了车祸那天 卡车的灯光照在眼前 我咬着唇 泪眼朦胧地看着司机 从车上下来 小姐 你把垃圾翻成这样 我还怎么收啊 她看我可怜 也帮我一起找 终于 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 她喊我 小姐 是不是这个 我猛地起身 一瞬间天旋地转 脚下亮呛 跌跌撞撞地朝她跑去 司机手上拿着一本 又脏又旧的相册 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宝贝芝芝 里面的照片被撕毁了 其实我应该高兴的 找到就好 找到就好 我扯了扯嘴角 让自己露出庆幸的微笑 我一页一页翻着 爸爸妈妈的照片都还在 唯独没了 楚官 我动作越来越快 眼泪急得直掉 那是我和楚官唯一的合照 我封了一样 扑进垃圾堆里 抖着手在地上摸索 生怕错过一点 藏匿照片的角落 但我的眼睛里 蓄满了泪水 在一片黑色的垃圾袋中 我好像也陷入了 一个黑暗的世界 直到楚柯 将我从地上拽起来 他抓着我手臂 气急败坏地怒吼 将知 你他妈为了个死人的东西 这么不顾脸面 你把我放在哪里 我他妈真想掐死你 我仿佛被人抽空了力气 摇摇欲坠地依靠着他的力气 才能站稳 片刻后 楚柯的声音软了下来 吱吱 忘了他吧 他把我抱进怀里 我们好好过日子 我无声靠在他怀里 有脚步声逐渐靠近 我掀开眼皮看了一眼 楚柯 柳和月来了 楚柯的身体僵了一下 他慢慢放开了我 柳和月没有质问 他为什么抱我 只是含泪看着他 阿柯 我想来帮小芝找照片 但是我刚才走得太急了 脚又崴了一下 好疼 你能送我去医院吗 楚柯两步走到他身边 将他打横抱起 快步离去 我站在他们身后 与柳和月胜利中 带着挑衅的目光对视 深夜的城市依旧灯火通明 我失魂落魄地走在马路上 脑海里一下闪过爸爸妈妈 一下闪过楚冠 他们都说会保护我 却又早早离开我 第一 我扭头看去 我不知何时闯入了车流中 迎面而来的车 与我撞了个满怀 砰 我被轻飘飘地抛起 又轻飘飘地落地 我看见眼前明亮的光圈 听到医生开始指挥 随即坠入了黑暗 父母去世后 我和柳和月的近况颠倒了 柳和月凭她那张 巧蛇如黄的嘴 哄得楚家老太太高兴 在楚家的地位水涨船高 甚至还帮父母在楚家 都谋得了个工作 渐渐地 有了名门千金的做派 组建了以她为首的姐妹团 我在楚家生活着 吃穿用度一如从前 只是不再爱说话 离人离下 难免谨小甚微 却慢慢和有轻微 自闭症的楚官 拉近了距离 那时候我们上高中 彼此有着相同的噩梦 我一直知道 楚科表里不一 亲眼看到她带人殴打楚官 才知道她有多讨厌楚官 我捡起砖头 朝她扔去 迎着她凶狠的目光 晃了晃手机 我报警了 那天楚科走了 随之而来的是柳和月 对我变本加厉的报复 以前她和她的朋友 只是用口香糖张我我头发 现在她们 直接把饭菜扣我头上 以前她们 只是在我路过的时候 伸脚把我绊倒 现在她们 把我反锁在厕所里 再放一袋老鼠进来 柳和月以欺负我为乐 我反抗过 也跟老师反应过 可是没人帮我 后来 柳和月强行将我拖进巷子中 等待我的事 早已辍学的流氓 和架好的相机 她踩着我的手 笑眯眯地看着我 把我的鞋舔干净 我让她们手下留情 我没吭声 她就用力踩我 我咬牙忍着疼痛 生怕牙关一松 就向她求饶 周围人的嬉笑不堪入耳 他们在说 该用什么姿势惩罚我才好 屈如感蔓延开来 我不争气地哭出了声 突然有人推开柳和月 将我拉起来护在身后 用一片阴影遮住我 柳和月还想在楚家待下去 就给我滚 这是楚官第一次说这么长的一句话 我感觉到 她捏着我手腕的手 正微不可见地颤抖 她看向那些混混 柳和月能给你们多少钱 她拉开书包 抓出几打钱扔在地上 够不够 不够还有 她一边说 一边往地上扔钱 二十万 三十万 后面她直接把书包扔过去 一百万 拿了钱滚 别再找将之麻烦 缺钱随时找我 各位 何必跟钱过不去 这天的楚官 散了一百万买我平安 因为自闭症 她成了楚家的弃子 所以私生子楚科 才有机会认祖归宗 她在楚家 基本没有存在感 但今天她的存在感 又这样强烈 原来 我们只是无言坐在一起 想着各自心事的两个人 可是今天 她轻轻把我抱在怀里 认真的对我说 吱吱 什么都不用怕 有我在 我脑子一团麻 我猜她这样说 大概是因为 从前我父母在的时候 总是对她好 没人记得她生日 不去给她开家长会 我妈妈在她生日的时候 给她送蛋糕 爸爸会在家长会的时候 出现在她的座位上 她也许 是在报答我爸爸妈妈 曾经对她的好 从这天起 我们这对前十几年 很少接触的青梅竹马 成了彼此的守护 从麻醉里醒来的时候 我看见助理坐在病床边 她眼睛红通通的 眼泪还没干 见我醒来第一句话 不是问我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而是说 江总 你做梦都在叫楚官 他是谁啊 我心下一片寒凉 看吧 没人知道 楚氏集团的大少爷 叫楚官 而楚科 哪里配呢 我总有一天 要让所有人知道 楚官的名字 我关上手机 销声匿迹了五个月 助理时常来看我 他跟我说 楚科忙着谈恋爱 集团上个季度的报表 很难看 我出院的第一件事 就是带着离婚协议去见他 楚科冷眼看我 他随便翻了翻协议书 就扔到茶几上 将总人间蒸发五个月 不先解释解释 我耸耸肩 闲事地靠在沙发上 随口说车祸 流产 摘子宫 楚科的瞳孔颤了颤 愣住了 他语气有点不稳 将之 别开玩笑 我找你都要找疯了 你可以编其他的理由 搪塞我 但别用这个 他跨不过来 将我禁锢在他身下 凶狠地说 你是不是故意 瞒着我拿掉孩子的 将之 你他妈没心吗 可能是从前 对他言听计从的形象 根深蒂固 所有人都以为 我爱惨了楚科 包括他自己 我偏了下头 仰视着他的脸 目光一一扫过他眉眼 楚科 我的心在楚官身上 我择了一声 别发脾气了 不好看 你只有安静的样子 最像他 替身 只有在最痛苦和最迷茫的时候 能带来一些安慰 只是时间一长 就会发现 他终究不是他 不一样的气息 不一样的微笑 甚至连拥抱 都不如得他的暖和 如同绝蜡 索然无味 楚科放红的眼眶陡然落泪 滚烫的泪珠 砸在我的脸颊上 这算什么 猛虎落泪 咬人无罪 真稀奇 楚科呀 一肚子坏水 刚愎自用 虚伪自私 这样的人 在柳和月逃婚那天 都在权衡利弊 继续婚礼 今天 竟然为我哭了 怎么办 我觉得好恶心 我趁他不被将他推开 抽纸巾擦掉脸上的水渍 跟他说 楚科 跟我就不用惺惺作态了吧 我们一开始就是一场交易 不是吗 你想拿我逼回柳和月 我拿你当替身消遣 我们各取所需 两不相欠 楚科跪在地上 失魂落魄 像被遗弃的小狗 他说 将之 我爱过你的 在高中的时候 但你那时候 眼里只有楚官 根本看不见我 楚官有什么好的 一个自闭症 爸还要我多跟他学习 都是爸的孩子 凭什么 他高贵了十几年 我就一直活在阴影中 我真是恨极了他 楚科平复着情绪 抱着我的腿 芝芝 我们不要两不相欠好不好 和月回来后 我送他钻石 送他戒指 带他周游世界 可我一点都不高兴 我像以前那样爱他 但我脑子里全是你 将之 你消失的这段时间 我才看清楚自己的心 我从始至中爱的都是你 芝芝 再给我个机会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语气平静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楚科深深地望着我 片刻后 他站了起来 露出本性 伸手掐住我下巴 语气凶狠 咬牙威胁 想离婚 你做梦 一直躲在门外 偷听的柳和月推开门 像受了巨大打击 犹如雨中残花 摇摇欲坠 他含泪看着楚科 哽咽着问 阿科 你说的是真的吗 楚科刚要转身 我伸手拽住他领带 瞥见柳和月袖子下 钻紧的拳头 我笑了 楚科 你知道我这人 牙字必报吧 上学那会儿 柳和月对我做的事 我没想算了 我可以不离婚 只要你找人去上了他 再把视频拍给我 至于你这些日子 花在他身上的钱 我就当你去嫖了 不计较 现在 让他滚出去 柳和月跌倒在地 哭到 将知 小时候我不懂事 做了让你记恨的事情 我跟你道歉 我爱阿科 你别拆散我们行吗 我求求你了 他说着就跟我磕头 楚科皱眉 他盯着我的眼睛 犹豫了很久 还是把我的手扶开了 对吗 这才是楚科 嘴里说爱我 做选择的时候 永远偏向柳和月 虚伪 我从包里 拿出一个文件 加拍在他胸上 笑着说 楚科 我们别装申情 只谈利益比较好 我为你怀过一个孩子 在你带柳和月 去医院看脚那天 出车祸留掉了 很不幸 还是宫外孕 我的子宫也摘了 这辈子都做不成母亲了 楚科翻开文件夹 手抖了抖 我接着说 你要去爱谁 都不关我的事 但你和他 若是不想身败名裂 还是尽快给我把职位升上去 将知 楚科咬牙 你真冷血 你用这个威胁我 我坦然地点点头 利益当头吗 再说 这是我应得的 我也不想用这种方式啊 楚科推开我 走向还在哭泣柳和月 轻轻把他抱进怀里 柔声安慰 乖 别哭了 我说错话了 我只爱你 除了你 我谁也不要 相信我 嗯 柳和月转身抱着他脖子 越哭越委屈 看着他们 这副生死不弃的样子 我冷冷地勾了勾唇 我和楚科是周五那天离婚的 升职邮件上午发出 我们下午去的民政局 柳和月也跟着 他紧紧牵着楚科的手 防备着我对楚科说什么 让着离婚泡汤了 拿到离婚证的时候 他又趾高气昂地松了口气 趁着楚科去取车 底气十足地来挑衅我 升了副总裁又怎么样 还不是给我打工的 将知 你不久后就得叫我楚太太了 我的命就是比你好 我猝不及防地掐住他脖子 他惊恐地瞪大了眼 我贴近他耳畔 用悠长又圣人的口吻跟他说 柳和月 你和楚科会不会有一天 想起楚官是因何而死 柳和月僵住了 脸色瞬间变得惊慌失措 我冷冷地盯着他 继续说 还有 谁说我只做个副总裁就满足了 我要做的是 楚氏集团的 掌 权 者 我们离婚后 楚科和柳和月 比之前更高调了 楚科有身份 地位 财富 这种富豪婚内出轨的丑闻屡见不鲜 并未对他产生影响 他开始带着柳和月 出入各种上流圈 为他和父太太们打通门路 找媒体给他们的爱情洗白 没用多久 他们就被传成了一段佳话 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是楚氏节病危 刚进病房 就碰到柳和月和楚科 将知 这是你能来的吗 你和阿柯已经离婚了 请你注意影响 这端的是 楚太太的架子了 楚氏节看着门口 费力地说 我请个人来 还要跟你汇报吗 柳和月的表情僵了一下 又笑了 楚叔叔 我不是这个意思 楚氏节不待见他 小只留下 其他人出去 但没人听他的 楚董 直接说吧 我站在病床边 楚氏节气弱油丝 小只 叔叔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公司 吸 他咳了几声 脸色胀红 说话更费劲了 希望你帮叔叔守住 话落 他闭上了眼睛 楚氏节的葬礼可谓盛大 各界人士前来吊咽 楚科邀请媒体大肆报道 现场直播堪比盛典 这场赶天动地的孝心秀 把公司股票网上拉了好几个点 他一边悲痛地与宾客交集 一边应付记者问题 关于遗嘱稍后公布 但谁也没想到 遗嘱最大受益人会是我 除了本身属于我的股份外 赠送了我房产 珠宝等东西 并在现有分红基础上 还增加了10% 我虽然只是个副总裁 但实际权力可以说凌驾于楚科之上 我对公司重大项目有直接决定权 楚氏节到死都是精明的 他用这些财物把我与楚氏绑牢 为其效力一生 这做法实在是深得我心 反观楚科和柳和月就十分不服气了 柳和月尤其激动 他质疑遗产的真实性 楚科才是楚家继承人 凭什么将之一个外人还得到这么多 楚科阴沉的目光盯着我 像一条毒蛇 我淡定地与他对视 记者对着我们拍个不停 每一道闪光灯 似乎都和那段视频里的重叠了 当时 那些相机也像现在这样 对着已经破碎的楚官直拍吗 住院那段时间 我收到一封匿名信 信中说 一千万 买楚官自杀真相 事关楚官 不管真假 我给钱了 当晚 我反复看着那段录像 终于知道 在他割腕的那个午后 在我们成为恋人的第二天 他究竟为何死去 原来 有的恶无处不在 我们在直播镜头下对峙 无声硝烟四处弥漫 柳和月挽着楚科胳膊 一个劲儿为他打抱不平 楚科脸色不悦 沉声说 将知 你是不是篡改了遗嘱 什么 我震惊得 好像听到个笑话 楚科 你是私生子吧 能继承这么多 说明楚董 还是疼爱你这个儿子的 已经没有人 再提起楚科的身世了 我这话一出 全场哗然 不顾楚科阴沉的脸色 我继续说 其实你可以理解成 楚董什么都没给我 毕竟我不是楚家人 他这些是给你大哥 楚官的 记者争相提问 我只回答了想说的 楚官当然是正房楚太太生的 楚家大少爷 本来可以拥有四锦前程 身后的大屏幕 原先在播放楚世杰的生前事迹 但突然被一段视频取代 地点是逝宜中老街后的无人小巷 画面中清晰可见的是柳和月和楚科 他们站在一起 脸上是邪恶的笑 另一个被堵在里面的是个帅气的男孩 他因为恐惧而瑟瑟发抖 帅气变成了破碎的漂亮 让周围那些男男女女 露出想要摧毁的渴望 那天下着雨 楚官抱着书包 无助地靠着墙角 他红着眼说 楚科 你想要什么 钱吗 楚科憎恨地看着他 我要毁了你 你不在了 别说钱 整个楚家都是我的 哦 对了 我还要将知 阿柯 你在说什么呀 柳和月不满地捶了一下楚科的肩膀 楚科搂着他 哄道 玩玩他而已 我最爱的还是你 柳和月笑了 那我找人去把他带来 让他们看着对方被凌辱 怯懦的楚官 听不得他们这样侮辱我 发抖的身体猛然注入一股勇气 他起身 看着他们 感动将之 我弄死你们 哈哈哈哈 你先自求多福吧 楚科大笑 柳和月说 楚大少年 还想拿钱稀释宁人吗 他看了眼身边的狐朋狗友 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的朋友 拿钱可收买不了 楚科在四方架好相机 阴狠地看了一眼楚官 冷吃一声 上 那天 雨水冲刷着巷子里的污秽 雷声掩盖了楚官的求救 闪电照亮了他因被凌辱而痛苦的表情 他经历了世间最阴险狠毒的恶 那些作恶的男女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扬长而去 我依然记得 那天我们约好一起去看电影 我在电影院等了他一个下午 得知他为自己买好墓底 选好墓碑 泡在浴缸中割腕自杀后 我顶着狂风暴雨飞奔回去 他的房间占满人了 我跨进浴缸 把他抱在怀里 眼泪掉在腥红的血水中 颤抖着手 展开两张皱巴巴 湿达达的电影票 少年的你 现场一片骚乱 楚科和柳和月彻底慌了 他们胡言乱语地解释着 这是屁的 不是我 不是我 怪他自己抢我的东西 自闭症有什么资格当楚家大少爷 他自杀的 和我没关系 记者蜂拥而上 把他们围了起来疯狂拍摄 争一产风波因警察到来 而演变成法制现场 看着他们被双双带走 我笑出了眼泪 楚官 你看见了吗 恶有恶报 这场风波掀起的舆论 导致楚氏集团股票跌了十个点 我坐在总裁办公室看手机 神通广大的网友 挖出楚科和柳和月过往的所作所为 判定这俩人从小就更坏了 埋怨生长环境 极度比自己好的人 坏事做了一箩筐 真假参半 添油加醋后的帖子 层出不穷 关于身份地位和极度心的讨论 绵绵不绝 有位网友说 有的丑小鸭第一次走进宫殿 自卑就变成对天鹅的憎恨 助理跟我说 楚科和柳和月被判了很多年 我一言不发地俯瞰着落地窗下的车水马龙 即便他们出来 楼椅也是爬不进这高楼的 我依然过着在商场上开疆拓土的忙碌生活 像个不眠不休的机器 每年只在楚关继日那天休息 买一束向日葵 独自驱车前往墓地 静静地坐上一天 起身离开时 大风呼起 丝巾被吹到墓碑后面 我走过去 蹲下身 看见墓碑上的灰尘散开后 献出我的名字 芝芝 我赶紧用丝巾把灰尘擦干净 背面露出完整字迹 我有一个秘密 从你生下来 我看到的第一眼就喜欢你 我赶紧用丝巾把灰尘擦干净 我赶紧用丝巾